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光明老师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过路阴阳 金属浴关风水 高级班的一个公开课 过路阴阳金属浴关风水,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初班 中班 在初班和中班,很多同学都过来学习,反映过路阴阳金属浴关风水 容易学习 用起身又好用 做风水,做预测又非常准确 所以很多同学都想学习高班 根据各位同学的要求 我们将高班的内容 作为一个非常详细的篇牌 其中我们将高班 讲得比较详细 比较说到24山 因为风水里,除了有东南西北八个方位 我们将八个方位细分为24个方位 在金属浴关风水里,也有沙水的要求 如果 沙水 家里 沙水的布局 比如说 厨房的位置 洗澡房的位置 大门口的位置 阳台的位置 等等 如果是配合得合理的话 那这个风水 就会 对我们的家庭 生活 赚钱 工作 身体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些技巧 我们在初班和中班都教过 高班我们会重点放在哪里 放在风水布局这方面 会在风水布局这方面 我们会更加多的 时间和技巧 告诉大家 比如说 有些家里 是 女主人 当家作主的 这个时候 应该如何去报这个风水 对这个女主人好呢? 家里有些家庭成员 常常 放在那些 烂桃花 怎样去用风水去搭救 家里也想 小孩子读书 想家里的小孩子 或者自己 成为一个专业的人才 比如说 他要 怎样去做 母职人才 比如说 他要想做警察 做法官 警察院 这些人才 怎样去做呢?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 职员 做生意的人 怎样去报局呢? 还有 有针对性的 比如说 我要赚钱 怎样去报局 我要当官 怎样去报局 就是有针对性的 有针对性的 去做一个 学习 这些报局 初班和中班 只不过是在大体上 告诉你 这样的报局 有留意 赚钱 有留意 生孩子 生女 现在 有目的性 有针对性的 做一种报局 比如说 怎样的报局 丁财两旺 怎样的报局 文武双全 还会告诉你 有什么风水 不好的时候 会怎样呢? 在 最后几堂课 都会说 不过家里 风水很坏 整天都死人倒楼 这些风水 如何去处理? 野冠妃 有私生子 生不了儿子 这些风水又如何去处理? 还有我要做医生 做其他特殊用途的人 比如说有些人 想做风水师赚钱 做风水师赚钱 或者做算命师 批八字赚钱 或者做法事赚钱 这些风水局又如何去处理? 虽然是高班 又会有针对性 针对每一个人的不同的需求 告诉大家 这些风水报局 如何去做 就更加有效果 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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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屋是户型图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南边 这边是北边 这边是南边 很多时候 这家屋应该如何去做 如何去做 其实有很多 在奇门 在这个 道家 过劳阴阳 金属入关风水里 有很多口缺 有很多这种口缺 比如说 如果是 这个方位 我们就当 这个方位是 当这个方位是 东北边 当这个方位是东北边 我们在初班和中班都教过了 东北边是要水的 但是有沙的地方 厨房是沙 有沙的地方 容易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里有写的 丑沙 违察道 明被他人告 如果在东北边 特别是丑 这个方位 在丑这个方位 在丑这个方位 如果是有厨房 很容易 惹上官非 虽然说 古代的口缺 丑沙违察道 明被他人告 古代是这样说 但是要转换成 现代人的看法 如果是 东北边丑方 这里有厨房 就很容易惹上官非 所以有些家 有官非的人家 要去 看自己家的风水 是不是在丑这一边 做了这个 厨房 这样的话 就会惹上官非 知道这样的情况之后 我们就可以 有针对性的 去调理这个 风水 最终的目的是 解决官非的问题 解决官非的问题 还有 如果你是 在这个方位 有厨房 就算不惹上官非 很多时候 就不能生孩子 因为很多人是想 生个儿子 所以说 丑方这个方位 东北边有 这个 厨房的话 笑 人 丁绝 家 财 人 争 闹 什么意思呢 你生不了 小孩 最终 你的家产 可能会被 宅 女婿 搞到 真 为产 又搞到 惹 野上官非 这是第一个 有针对性的 去调理自己的风水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又通过风水去解决 解决了风水之后 纯带 生活当中的问题就解决了 同样的道理 甲 当这里是东边 东边一般是要沙的 如果是做了厕所的话 特别是东边有甲 某叶三山 学了高班就知道了 24山有甲某叶三山 如果在这边 应该是甲 这个方位 因为初班和中班 只是说东边 或者说了一个阵挂 说得比较粗的 其实说了几个方位 甲某叶三个方位 但在高班 我们说得更加细 只是说一个方位 不是说三个方位 只是说一个方位 口诀当中又说了 甲水 主贫困 掌防 不兴隆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你在家 你是 大佬 还是老大 自己的老大老母 还在生的 就不和你一起住 但是你自己的家 是排行第一 是大佬 如果大佬 如果住了这家 就很容易 不发达 很容易不发达 这里写着 甲生有水 会使 债主 经济不富裕 尤其是 排行老大 更是这样 更是这样 还有家人有时候 肛胆有问题 这里写着的 王总大等将 都应掌防工 掌防工就是 夹这个方位 就是夹这个方位 夹这个方位 做个厕所的话 很容易 惹上肛胆毛病 肛胆毛病 所以我们 知道 什么风水 会出什么问题 那我就去避免 这些问题 出现 调好风水 又或者我们 知道有这种病 或者有这种问题 倒推这个风水 再去调理这个风水 调理 调理好风水之后 自然的话 这个病 都OK的 自然这个病 就OK了 所以说 学回一些 有用 又容易学的 风水技巧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 道家 高露阴阳 金属肉关风水 是一个非常之 容易学 又有用的 风水学 学问 特别是学了初班 和中班的同学 这个高班 一定不可以错过 因为高班更加有 针对性 针对生活上 工作上 家庭上 某一个问题 去 考察这个风水 去调理这个风水 调好风水之后 就直接 将工作 生活 身体上的问题 都解决了 我们再看这幅图 卓山 为什么说容易学呢 就是这个道理 很容易学 卓山 卓 为西北角 这边是西北角 一般西北角是开门 是好的 做厕所位 都好的 最糟糕 就是做厨房 西北角 做厨房 西北角做厨房 有什么不好的问题 卓山 豪火星 定主 回鹿 回鹿经 什么意思 回鹿之灾 容易 发生火灾的意思 容易发生火灾的意思 所以 所以很多时候 西北角 有 厨房的人 一定要小心 有可能会发生火灾 而且 以前是古代 回鹿 就叫发生火灾 现在 的社会 回鹿 又代表什么意思 回鹿之灾 又代表什么意思 又代表 你赚到钱 之后 又会因为各种原因 这笔钱 又花了 即是 存不到钱的意思 即是存不到钱的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 又会 问 财运 师傅 我的财运 不太好 他说这句话 财运不太好 其实我们应该 分几种意思 第一个 财运不太好 就代表没有钱 究竟是 赚不到钱的 没有钱 还是 赚到钱 存不到钱的 没有钱 赚不到钱 然后 赚不到钱 又分了很多种原因 是没有赚钱的项目 赚不到钱 还是有很多赚钱的项目 赚不到钱 都要仔细去区分 其实这个时候 是 通过风水 都会知道很多东西 比如说 这里所说的 西北角这个方位 若是有 除访的 分分钟 说 可以赚钱 但就 存不到钱的意思 存不到钱的意思 所以 高班 这一堂高班货 是非常之有针对性的 一堂货 还有 这幅图 这里写字 葵生水缺 葵水 富不育 常为 富羞肉 这是什么意思 葵 代表北边 北边在哪里 北边在这里 北边做了厕所 洗澡房 北边有水 就叫葵水 北边有水 很容易导致不仁不育 以前在古代 不仁不育 是很大的事 可能搞到家床屋币 可能搞到家床屋币 所以说 如果你不懂得 看风水 找到一个地方 北边 做了 厕所 做了洗澡房 特别是 北边有淫 子 葵 三个方向 特别是葵水这个方向 有 厕所 洗澡房 那 不仁不育 更加严重 当然 可能 不会严重到 不仁不育 但是 付科病就肯定有 这些付科病就肯定有 这个 不能不考虑 很多问题 有些人以前 未住在这里 未住在这里 这家屋 北边以前是 睡房的就没问题 如果是住了那个地方 北边是 厕所的 就真的很大 付科病 其实北边除了付科病之外 还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有写着 凌若一条枪 毒死 呼常哭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 这里有问题 导致 夫妻吵架 有可能 作为一个老婆 一怒之下 就亲手 毒死了自己的老婆 老公 搞得更加 出问题 所以 风水 可大可小 如果你 跟 对师傅学的 就很容易 避开 这些问题 但是 跟师傅不正的 或者师傅不正的 谁都不知道 这些情况 会那么严重 没有教到真正的东西 你看不到风水的问题 那么风水的问题 你分分钟就会影响到你的收入 影响到你的身体 影响到你的家庭 所以不可以 不学风水 不可以不跟 这个师傅学 一定要用心 一定要跟 厉害的师傅学 在古学金融平台 你跟着 许光明师傅来学 绝对是没问题的 因为许光明师傅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师傅 我不是说吹水 不是说吹水 我打过 我是这个江西道教协会的 一个会员 即我是一个正规的道士 又是江西龙虎生 67代 传道的弟子 又是阳光风水流江东一派 39代的传 又是国家认证 心理咨询师 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今年都四十几岁了 我从事这个行业 都从事了二十几年 我十六七岁就开始做这个 进行了二十几年 我自己的案例都很多 有些师傅只懂得讲课 没有实践的经验 但是我自己有很多案例的 我经常在 我住在广州 我经常会在广州 东莞 深圳 这些一线城市 帮人看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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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放心 在股学金融平台 跟着许光明师傅 来学 学风水 是又容易又简单 又好用的 一个正确的选择 多谢大家 可以点击这个连接 进行详细的 理解 了解 和深入的 学习 多谢大家 在这边 看这边 都可以看 看这边 我们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